台北市的福祭宮是台灣真正所有風塞七千牛牛的廟屋 集團這個廟區淫然是相當的人間 所以每年會農列七月齊齊是頂峰上的省屬 已經有三百多年歷史的福祭宮 已經很多時間已經收了 廟屋為了要來保存到文化是特別設立到文物頂列冠 提供給信託來了解到福祭宮的歷史變化 新初空氣館年中時由福建三十戶渡海來台模型 並共同七千牛牛 當初現見的廟屋非常簡單 以目料操縱大件 加近17年王滴露為福建鐵渡牙 總管廟寺前到泰保堂三百零七號 一直到民國六十五年二月七千牛牛降漁寺 三回估計現見 在民國六十七年十月完成現金的廟屋 在廟屋為了保存文化也設立文部中心 提供鄉人了解福祭宮的歷史變成 我們這簽辦 這一個就是古的 這邊的 這邊 這三名都是有簽詩 這就是以前的簽詩 就像這樣 你看對著一個 才會演會 明明我們現在是演專頁整天的 這就是 你拿去對簽 才來看對簽的 因為這裡通甘有煩 我們要有很多的不得出 暫時還保留起來 我們今天整理後 比較完整的事 全部我們拜託給大家看 在台灣以及民南一臺 相當性情 有人說 它是這路變的 也有人說 它是七千路化新 常常有福祿 帶到小孩到廟裡 人七千牛牛做客戶 三九號 外面路 外面路人 經過網路上誓心者之後 對家名車上面的南路 用紅色 蓋在卡頂 因此七千牛牛 也就變成 紅牛之一 最近新聞 綜藍型太不齊 彩虹不得